这位又是因为车祸意外 而登上新闻版面 说的是艺人吴依佩 在今天上午由助理开车 前往电台录音的时候 想不到居然被一台货车往前冲撞 那么由于撞击力道很大 也造成多辆车辆都因此受损 当然其中也包括了吴依佩的爱车 幸好双方车速都不快 那目前吴依佩也已经前往医院来检查 行车记录器拍下蓝色小货车 往前行驶 没想到下一秒 OK 没问题 护车突然加速往前冲 这驾驶尖叫了一声 跟着往前撞到黑色轿车 而这里头坐的正式议员吴依佩 这起车祸意外来得突然 当时由助理开车前往电台 吴依佩就坐在后头讲电话 这时候的护车竟然虚空冲撞 连同吴依佩的爱车 跟一台黑色轿车也一起受到波及 这样翻吗 对啊 它就突然这样子 还抓住 还好 那中极力也很大 还好 因为我不是开车的人 所以那个警察是叫我先去医院检查一下 看了出来受到惊吓 可不少快步离开前往医院检查 而警方感到现场 也赶紧对驾驶进行走测 但其实吴依佩因为车祸意外 登上新闻版面 已经不是第一次 撞到对方觉得真的非常抱歉 很不好意思 在镜头前表达千亿 吴依佩前年八月 同样开车这台白色BMW 行进民权东路时 因为没理量执行机车 直接撞上机车上的两名女生 遭到起诉 如今换个地点 这回变成安坑路 还是发生意外 短短两年之内 同一台爱车就接连发生车祸 幸好这四双方车速都不快 但这一众也不免让吴依佩大喊真的该卖了这倒门的车 就是汉阳窗网林台北报道